济宫今日闲来无事朝一个寡妇借了一根针线 殊不知这可不是简单的针线 不仅能逢邪还有灵性 今日凌路两家族人应征地之事 请宋师在茶楼调解判决 原来灵万雄应要坐生意向陆阿大借了八百两名字 以二十亩好地作为抵押 不料灵万雄溺水而亡 如今陆阿大向灵万雄之妻讨地 但李秀之拒不认账 称自己从未听丈夫说过此事 认为陆阿大分明是想趁人之威俄地 石宋师听两人各执一词 便问陆阿大口说无凭是否有字据 不料陆阿大真的从怀中拿出了一张 带有灵万雄签名和印章的借据 组长随即便将借据拿给李秀之 辨认是否为丈夫的签名和印章 李秀之看后确实是真的 还对照了曾经灵万雄的签名 确实货真价是板上钉钉 石宋师见状便将二十亩良田判给了陆阿大 为了不失功允 石宋师让陆阿大赔偿给李秀之四十两所重的早稻前 陆阿大听后大喜 王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四十两交给李秀之 可李秀之一把就把银子打翻在地 口口声声大喊陆那大师在额地 石宋师听后大幕 想自己为宋师四十年 还没有人不服自己的判决 此时组公看不下去了 手中的针线也看不下去了 组公拿起桌子上的借据拿到李秀之面前 这林万雄的签名是真的呀 这图章也是真的千真万确的呀 人家对你千通情万通情 也滴不住这只文书的无情啊 李秀之听后更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 泪水一滴一滴的滴在图章和签字上 没一会竟发现这借据似乎有些不对劲 原来这签字和印章是从别的地方挖下来 粘在借据上的 也就是说这文书是陆阿大稳造的 事情败露之后陆阿大联盟落荒而逃 这个陆阿大没有恶作人的二十五地 却拐作人一根真 石宋师联盟感谢继工及时发现 以免自己铸成大错 师父 你这就要走啊 看来我已经在这里惹下祸端了 想走也走不了喽